嗨大家好,这支视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最近购物的一些收获吧 因为其实到了六月份之后就是已经完全进入一个夏天的状态了嘛 然后之后到七分还会有梅雨季之类的 就完全是一个白天扭太阳的话就完全是一个盛夏酷暑的概念 所以就想说再购入一些硬季的一些彩妆品也好 或者是就是衣服啊,首饰的都好 然后就多多少少买了一些 然后就想说好像买的量也够凑成一支视频的了 然后就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首先先讲首饰好了 首饰其实很简单,因为毕竟我首饰很多 而且我不是那种要带特别华丽的首饰那种 就是看我视频的人也知道我平常自己带首饰都是走非常非常简单的路线 要么就一条项链或者是一个手链 要么可能就带几个戒指之类的 不会有太多重复的叠加这种感觉 所以我自己对首饰的选择不会太过华丽 但是如果说真的是像我之前带那种项链的话 我可能就只带那一条项链 然后耳钉跟手上就会完完全全简简单单的只带表 或者小小的耳钉之类的 不会做太多的花样在身上 所以第一样就是这个现在我带的这个项链 它是比较长的链子 然后下面的这个吊坠就是这个有点像地球仪有点像计时仪的这种感觉 然后是很可爱的一个吊坠 我自己对于长项链就是比较喜欢这种简单的吊坠 然后就是能跟很多衣服都配得起来 我穿裙子也好 我穿短袖也好 或者是穿的比较休闲都好 都是比较配得起来的一个款式 接下来买到的也是项链 然后我自己是没有这种多款式多长度的这种项链的组合 然后这个也是在H&M买到的 也是大折是买到的 所以它是这种几条不同长度的项链组合在一起 你可以单戴这一条或者是两条组合三条组合 然后任意你自己配 所以是我自己非常中意的款式吧 它非常的简单简约 然后跟很多就是衣服都配得起来 是颜色上也是它有金色跟银色的这种组合嘛 它如果是完全是金色的话 其实偶尔跟有的衣服不太配 会显得比较土 但是加一条银色在里面的话 就比较有中和的感觉 就是戴起来不会那么的突兀 然后最后这个首饰是这个耳钉 然后大家看一下它的价格 它的原价是五千 然后是四个这样组合嘛 结果打折只要一千块 完全就是百分之八十的折扣了 所以就买了一套回来 新买也是一条项链 在H&M买到的这个项链 跟我现在身上戴的这条比较像 它是这种完全的一个整体 有点像地球衣 这种就是地球衣的设计嘛 然后它这个就是小小的 比较缩小版的这个概念 然后就是H&M他们家这种项链 其实是怎么说呢 比较容易脱色 如果说你浴水啊 或者是不好好管理它的话 它颜色比较容易掉 就比较喜欢这种简单简约的设计的 然后它这个链接比较轻 这样其实这两条可以配在一起戴 因为它们的设计很像 颜色也是一样的 所以就是这样合起来戴 我觉得应该会挺大 接下来这几样是身体上用的 就是之前我有在微博上发照片 分享过的这个 The Body Shop他们家的这一套 清零的这一套 当时我买的时候这三个是一套嘛 然后它有相应的那个折后价 然后所以就想说就买这一套好了 本来我是想买这个沐浴胶 还有那个身体黄油的 可是那个店员就跟我说 它这三个合成一套是有折扣的 又便宜很多 所以就先推荐我买这三个 反正这款这个Sorbit这款 也是就是身体润肤霜嘛 虽然它不是黄油的那种质地 但是也是相对比较清爽 非常适合夏天用的这个身体护肤霜 所以我就想了想说 好那我就买这个套装好了 然后最近真的经常在用的是这个 它叫什么呢 它的本身的名字叫Body Splash 是那种类似身体香粪的那种水 有点像身体喷雾那种东西 然后它说直接这样倒在身上 然后拍拍拍 让皮肤吸收就会比较清爽的感觉 而且身体会变得比较有柠檬的那种淡淡的香味 但是我觉得这样永远浪费 因为有的时候手一抖倒多就会往下滴嘛 就很浪费 像我自己都是放这种小小喷雾的这个瓶子里边 然后这样喷着来用 喷在身上就是真的当做身体的喷雾来用 它其实也有一点点香水的效果 因为用完它之后 再用这个身体润肤霜 就是身上真的会有淡淡的柠檬香 是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的味道 我相信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我对这个味道肯定都不会拒绝 接下来买到的一些都是彩妆类的产品 然后首先先讲这个腮红好了 一地之屋他们家之前出这个8615这个系列 我就想说一直要不要买要不要买 就考虑了很久 因为它出的这一系列的这一套彩妆 就是颜色上都非常的好看 然后非常的公主很梦幻 就是是一贯 就是一地之屋他们家比较爱出的一个风格吧 反正因为颜色真的太好看了 所以就忍不住就想下手 它有一款淡橘色跟淡粉 淡紫色的两颜色我就并不是很喜欢 但是有一个粉色跟橘色这两个选择 就是颜色相对比较深的这两个选择 我其中选了粉色这个颜色 然后它是5号 它里面这个印花就是一个在跳芭蕾舞的一个小女孩 不过没有表情 只是一个身体的轮廓 所以就是很好看嘛 然后它里面带那种隐隐的金色的那种珠光 之后肯定还会在彩妆视频里用到它 所以大家拭目以待吧 还有这个陆华农的这一款 Lip Balm 然后它是这个就是带水光感的这种就是唇笔 然后之前我用过他们家的那个 就是最开始出的那个就是胖胖蜡笔嘛 然后大家也都知道 我有一款就是日常那种粉色的就是那种豆沙粉色 还有一款是橘色的 都是我非常爱用的两个颜色 然后这款我买的就是比较不像我平常会买的唇刀的颜色 它就是这种会是这种淡淡的少女粉色 就是有点像荧光粉色里面混了一点奶油粉的感觉 所以是我自己平常不太买的颜色 但是我涂上以后就真的很喜欢 而且它这个唇膏的质地是水水的很保湿 它就是涂在嘴上之后会有一层就是亮亮的那种水光的那种感觉 在一地之屋还买到了几款指甲油 然后我想说跟大家拿出来分享一下好了 一地之屋他们家买到的是这几个 这个蓝色我不记得他们之前有没有在视频里讲到过 不过其实我找这个蓝色找了好久 然后他们家终于出了这款蓝色 然后它是83号Under the Sea 名字也是我比较喜欢的 就是这种非常淡的海蓝色吧 这个GEL系列就是需要用那个灯烤的那种指甲油嘛 然后我自己之前从长春从家回来的时候 就有带那个LG灯回来 所以想说自己也可以DIY这种就是指甲嘛 然后就买了几款 首先是这个桃红色 它是非常非常好看的桃红色 然后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颜色 就是正常一般的指甲油我也有这个颜色 这个另外这个实色的这款是这种薄荷色 因为我自己本身非常非常喜欢薄荷色 其实有的时候我就恨不得如果以后有家的话 就巴不得家里所有的都是薄荷色系的 所以是我自己非常偏爱的一个颜色啦 比较硬夏天的这个景 就是这款荧光的这个粉色 它是荧光的奶油粉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过这种颜色 反正真的很好看 很适合夏天来涂 因为夏天其实衣服的颜色会穿得很淡 或者穿得很新鲜嘛 然后我觉得配这种颜色的话真的很合适 而且它好像还是荧光的 所以是应该效果很不错 之后做完这个指甲的话 我肯定还会在微博上跟大家分享 然后最后这款就是拿来搭配用的这个 指甲油就是它带这个圆圆的这个亮片在里面 就是用亮片指甲油 然后我现在手上涂的这个颜色上面就有亮亮的这个亮片嘛 就是它 接下来这几样东西都是在艾莉达姆他们家 就是艾莉达姆他们在买到的一些产品嘛 首先先讲这个好了 就是这个眼影刷 因为我自己是没有这么大号的这个眼影刷嘛 就是打底来用的这种眼影刷 然后你也可以就是当这种鼻影这种刷子来用 然后另外用在眼睛上的还有这两款眼影 它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它 因为它有点像木丝的质地 也有点像那种高体的质地 然后也有点像那种被压缩烤过的那种质地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款眼影啦 反正它是很好看的这种亮片眼影 然后我今天眼睛上用的是这个颜色 先给大家看这个好了 然后这个是几号啊 十号 这款就是完全是这种淡金色的 非常非常好看的金色 然后今天眼睛上用的有叠加一层淡淡 叠加一层这个颜色 就是在正常的灯光下 自然光下看起来就很亮 可能现在因为我有打增光的关系 看的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实际上就是相机之外 实际上看起来 我的眼皮现在其实是非常亮的 就闪闪的有金光闪耀的感觉 另外这款是五号 然后是偏这种玫瑰金 加一点点就是红色在里面的感觉 所以也是非常非常好看 闪亮的颜色 每次化妆的时候就用到一点点 装饰在那个顺眼皮内折啊 或者是就是离眼线比较近的地方 就是非常的能有看 让你眼睛非常有看点 因为你一眨眼睛的时候 这个地方会非常的亮 所以离你比较近的人 看起来就会比较特别 接下来买的这两个是唇彩 然后这两个唇彩 其实之前我也有买过两个颜色 但都是比较偏淡的颜色 一款是偏珊瑚粉色 然后还有一款是比较偏橘粉的颜色 之前买的那两个之后 就非常非常的爱用嘛 因为他们用完就是有这种水水的亮亮的感觉 然后颜色也非常非常的咸色 嘴唇也不会干 然后就挑了这两款红色 这来看其实他们非常的像 但是你仔细看 其实他们真的很不一样 首先先讲它好了 这一款是9号Las Vegas 然后它上面有名字 Las Vegas这个名字 它是比较偏浅一点的红色 另外这一款就是Tokyo 是我现在用嘴上用的这个颜色 就是很好看的红色 是我真的很喜欢很喜欢那种唇妆的颜色 所以就买了他们两个 柜台结算那个工作人员问我说 你这个是要两只一样的吗 然后我想说 我明明就有确认过两只不一样 因为A型血嘛 就很怕自己拿错 回来再换很麻烦 所以就说我应该没拿错啊 我说你再看一下 两只应该是不一样的 然后他自己看一下 哦两只应该是不一样的 然后说不好意思怎么样 就比较搞笑 工作人员自己会搞混这两个颜色 然后请大家期待之后的 红唇唇装产品的试色 最后在Aledam买到的是三只指甲油 然后三只指甲油都是三个不同的系列 首先是这个Juicy Nails这个系列的 之前我有买过他们家那个蓝色跟西瓜红两个颜色 然后这回我又买了一个白色的蓝色 因为夏天其实怎么说呢 白色是在其他几个季节我觉得不太能用到的颜色 但是夏天刚刚好是对颜色没有那么有限制的一个季节嘛 就是五彩缤纷 你喜欢用什么颜色都可以用在指甲上 然后就是白色黑色这种平常不太能用到的颜色 夏天也可以和其他的颜色混搭嘛 然后另外这个Glam Nails系列 我买了一个也是这种比较成熟的这种眉粉色 眉是那种是蓝眉的眉 但是实际上它看起来要比 大家看到的现在这个颜色稍微再暗一点点 反正也是比较好看的颜色啦 非常熟女的一款颜色 接下来这一款就是我手上现在涂的这个颜色啦 它是76号叫Picnic Blue 是怎么说呢 它不是完全的蓝色也不是完全的紫色 而是介于薰衣草籽 介于丁香籽跟就是水蓝色中间那个颜色 比如说我自己非常喜欢偏好的颜色吧 一地之物他们家还有一款就是这个 我自己配的一个眼影盘 因为最近真的想说买一些新的眼影回来用 然后就想说买大量的眼影需要大量的资金 但是荷包能力有限 就去挑一些比较合算的 但是质量相对比较好一点的眼影来用啊 然后就也去一地之物挑了这几个颜色 然后回来拼成一个这样的盘 然后接下来是这个小小的这个钱包 因为我自己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我的钱包 就是LV的那款白色的钱包嘛 可是那款钱包真的让我用得太脏了 我的钱包其实LV那款钱包真的很重 就是你把它塞满卡跟现金的时候 它就变得鼓鼓胖胖的 然后就很重 然后就不想加 就是不想加重我那个鞋化包的那个分量嘛 所以就简化我的钱包 然后就买了一款小小的这种 比较便携式的钱包吧 就是类似卡包这种东西 但是它要比卡包稍微大一点点 所以我去一个文具店 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也是坐公车的时候 就是身边路过的一个文具店 它很大 它里面什么都有卖 就是各式各样的文具啊 饰品啊 然后一些服装啊 学生用的包包之类 是比较综合那种杂货店 但是是也是一个 它专门做这种卡包啊 钱包啊 笔袋啊 或者是就是文件包啊 这种比较偏文具类的东西 然后我就有看到它 我就很喜欢它这个海军蓝条纹 跟这个新的组合 然后它另外一面是不一样的 后面都是这种新型的 然后上面带那个小睫毛 比如两个眼睛是闭起来眼睛 然后长长的睫毛 就很可爱 接下来就是要讲服装类的了 首先是我身上这两件了 然后一个是外面这个开衫 是在一家叫Superstar的一家店里买到的 然后它也是怎么说呢 比较街头品牌的这种服装店 然后是非常受大学生 或者是高中生朋友们欢迎的一家小店 最近就是在大丘那种购物街那边比较红 很多人都去逛一家店 然后卖东西也都不错 就是非常容易就能逃到好货的这种小店 里边这件就是H&M的连衣裙 然后之后我会po照片给大家看了 全身的照片 然后站这里就不站起来给大家看了 是非常非常夏天的一款连衣裙 很薄 然后H&M也有打折嘛 就说去买了一件回来穿 因为夏天我还是比较偏要穿裙子的 比较方便很凉快 然后在H&M买到的还有其他这三件衣服 然后首先先讲这个上衣好了 然后这个上衣它也是这种无袖的上衣 然后是比较凉快的这种 就是薄纱料 这种应该叫什么 叫什么料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这种非常非常轻薄 然后就是会比较不沾身的这种材质吧 然后我比较喜欢的是它袖口的这个毛边的设计 就是不会很死板 如果它是那种完全缝死那种设计的话 它这件衣服就会看起来比较老 可是它这个有这种非常细微的这种 很用很有小心思的这种设计 看起来就比较比较别致 然后穿起来会比较凉快 非常适合夏天 另外这两个是短裤 然后一款也是比较海军风的这个短裤 它上面就是有这个 这个叫什么 忘了叫什么 反正是有这种小小图案的设计 然后也是它的长度不会很长 料子也是就是比较薄的那种棉 是我自己很喜欢的这种棉布的这个感 最后就是一个比较算是类似正装的感觉 柔软的质疑非常滑 然后也很薄它不沾身 原价卖三万九的东西 它竟然卖九千块 没人性了 我觉得之前花三万九买掉这条短裤的人 真的是有种想去拆店的那种心情 我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 就是正装的衬衫啊 然后一些就是怎么说学仿的一些上衣啊之类的 就是跟正式的衣服是比较搭着起来的一个 夏天的这个可以穿的这种短裤 所以这种短裤其实很好买了 但是去一些正装品牌店 竞品店之类的就比较贵 很少能买到这么价格 这么合适的衣服来穿 所以就试好了之后就马上拿去结算 最后在这家叫cheap chic 一家服装店买到的衣服 它是这个superstar 他们家就在他们家旁边 然后也是一家比较怎么说呢 杂牌卖杂牌衣服的一家小店 你要好好挑好好逛的话 真的会找到不错的衣服 然后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便宜 非常合理 今天是一件上衣 然后是这种也是类似这种 不是棉料 类似那种麻跟尼龙混合的那种材料吧 也非常喜欢的款式 因为它不沾绳嘛 而且还能挡住就是腰间的肥肉 所以袖子虽然长袖 但是夏天因为太阳比较晒嘛 如果你怕晒的话 也可以把袖子这样放下来 怕热的话就可以把袖子捞上去这样穿 它就挂在店门口 然后我就一眼看中了它 我就想说那去看看价格什么样吧 如果价格我能接受的话 我就当场我想买它 然后结果一去问价格 它只要含币9900 我说OK那我就要这一件 其实我夏天是非常喜欢穿连身衣的这种人 其实不知道为什么 虽然连身衣很不方便 上厕所的时候需要全身都脱掉才上厕所嘛 但是反正自己去厕所无所谓 然后就觉得连身衣还算是比较适合自己身型的一种衣服的款式 买到的这件也是它的价格 今天价格只要9900块 不到韩币1万块就差100块钱 就是虽然100块也是合同人价比较60块钱 这么便宜谁不买啊 然后就想说就把它买下来 然后它是上面这种白色的很简单的这种 就是如袖上衣 然后前面戴拉索 然后下面连着的裤子就是这种 非常薄的这种布的这种休闲裤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穿过一条黑色的这种休闲裤 就是非常不沾身 有点像那种就是水洗裤的那种感觉 冰箱裤的那种感觉 然后它这个下面也是跟那个裤子的质感也好 就是设计也好 剪裁也好 都是一样的款式 能比较能掩盖住我胖的这个事实 我是非常想看到大家可以拿出来一些你们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样做分享 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看 然后也很喜欢就是留言给大家这样做互动嘛 然后希望大家会一如既往的支持我的视频 支持我的土豆频道 我的YouTube频道 我的You酷频道 我的所有所有的你们关注我的平台 然后没有关注的朋友希望你们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希望你们在下边视频点个赞 分享一下 非常非常谢谢大家 这支视频就这样了 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